好,咱们下面讲一个东西,叫做自动翻线,叫低级自动翻线,看到吧,什么叫低级呢,其实这个,具体也不知道为啥叫低级,因为官方翻译过来叫做low,什么discary,什么的。 反正它叫低级自动翻线,它这个东西是什么,干什么用的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监控这个mysircle,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写的个脚本,然后用pokana这个模板去监控的,对吧,那假如说,怎么说呢,比如说我有多个,对吧, 比如说我有多实力,mysircle是不是可以有多实力啊,对不对,那么这个多实力,怎么监控,比如说你有磁盘,你磁盘是不是有多个分区,对不对,你怎么能监控这个叫多个分区呢,是吧,比如网络,网卡,网卡是不是有1DH0,1DH1, 然后你除了网卡之外,你可能还有什么,比如说,针口,是吧,这些都是多个的,而且这些都是不固定的, 比如说你这一台机器,你有EDH,你有EDH0,然后你还有EDH1,那其他机器它可能只有一个EDH0,没有EDH1,对不对,你这个可能是80短口,那边可能是3306短口, 你磁盘 你可能你这个有根 它可能它没有Swap 是不是 你端口你有3307 你还有3308 但是呢 但是呢 你这个怎么说 每一台机器不一定配置都一样 对吧 那它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 你比如说 如果你 如果你点开过你这个主机的监控像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有红色的看到没有 看到这种红色的吗 你看这种红色的就是什么呢 这种红色的就是 叫 自动 叫滴滴 自动发现规则 就这里配着 你看有哪两种监控像是红色的 你看这一个是与什么有关的 是不是与磁盘分区有关的 你看这一个是与什么有关的 是不是与网卡有关的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磁盘分区和网卡 是不是因为 他们可能会有 每台机器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情况 对吧 假如你自己模板 你说我就监控100001.11 好 那假如这台主机没有101 那你这个模板 是不是就不适用啊 对不对 那假如说你这个模板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说 如果他有110 我就监控 如果他有101 我两个都监控 如果他只有101 我只监控101 就是说他有几块网卡 我就监控几块网卡的流量 对不对 你有几个分区我就监控几分区 你有几个实力我监控几个实力 对吧 那这个怎么实现的呢 是不是 这个怎么实现 就是 这个东西就叫做D级自动发现了 你点这个自动发现规则 你看 这里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 看到的那个红色的那两块 对不对 你看 这里面你点进来之后 首先他说是属于谁的 模板 看到吗 对吧 你要看他有哪些监控像 他有监控原型 对不对 你看看这里 这个是 Free disk space 是说磁盘剩余空间 对不对 你看 他这个地方用的是啥 他用的是变量 看到没有 用的是这种的叫红 你看他 首先看这个监控像 叫这个名字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 看一看他自己的监控像里面 我们找一下 你看前面和他一样的 你看后面的 这是一个 是不是 这是一个根 对不对 这是一个根 这是一条 下面你看 这是不是也是一条 这条先不说 这是不是也是一条 再找 这是不是也是一条 再找 你看这还有一条 怎么找这么多呢 还有骂他一 骂他二 好 剩下就没了 你看 这个 这是 这个监控像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 另外一个监控像 我们再来看 网卡的这一块 你看 网卡的是叫 网卡的是这一种 这么写的 它其实是这个 然后我们找一下 找一下你看 有没有这个监控像的内容 找网卡来 看他是 Net if in 对不对 我找一下 你看这两个就是in 看到不 你看这什么意思呢 这种意思是不是就是说 我 我本级我可能有多个分区 对不对 我把我的分区 怎么呢 都提取出来 然后我的监控像 就写一条 然后怎么办呢 把我的这个分区 把这个变量的地方 替换一下 是不是就是 我有多少个分区 我就用 就添加几个这个监控像 你看这一块也是的 这是说网卡 入的流量 对不对 如果把这个if name 替换成一连之零 就意味着 我有几个网卡 我就创建几个 这个种的监控像 这样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 现象给解决了 对不对 但是你看 你看我的外部01 你复制 不是 DF-H 然后你看 这里实际上挂的 是不是有好多个 是不是有好几个 你看有几个 123456789 对不对 但是你看这里 只有几个 1234 是不是有几个没有 对不对 那几个为啥没有 为啥只有这几个呢 对不对 其实在这里 你点中这个 这是磁盘发现的 对不对 点这个地方 有一个过滤器 点一下过滤器 你会发现 这里配了一个 什么正德表达式 是不是 这个名字 好 点这个管理 点一般 管理一般 然后这边有一个图 点正德表达式 找到 刚才是不是这么一条 你看 这里他正德表达式 他爱他的事是什么 Fileset for this card 你看是不是在一个 是不是 你点进来之后 点进来之后 你发现 他这是一条 正德表达式 这么长一串 显示什么 结果为 真 这么一串 显示结果为真 你看他这一块 他定音 他找的是啥呢 找的是 其实他找的是文件 是这个 挂在的格式 对不对 你看这里挂在格式 实际上是 不是这个 是这里 用这条命令 Monk Monk之后 你看 是不是有 假如说 我们过滤一下 AWK Dollar 1 Dollar 12345 Dollar5 看 实际上过滤出来 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或者他找的 应该是这里 123 找的是3 好 就是正常情况下 自动发现 应该会发现 这么多的磁烂挂在分区 对不对 但是他说 如果设置了过滤器之后 他怎么办呢 就说 我只发现 这一些类型的 不是这些类型的 我就要忽略掉 好吧 你看 这个 有这个类型吗 你看这里面 列表里面 有这一个类型吗 没有对不对 好 没有呢 删掉 PIOC 这个列表里也没有 对不对 也删掉 也没有 也删掉 这个什么也没有 也删掉 也没有 对不对 这个也没有 都删掉了 对吧 你比如你这样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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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查业牌子有没有 对不对 所以说这些都没有的 都删掉了 这个也没有删掉 诶 查业牌子有 那查业牌子留着 这个是不是也没有 删掉 这个也没有 删掉 这个也没有 删掉 这个也没有 删掉 诶 查业牌子有 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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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没有 删掉 最终只留几个 然后你再看 是有几个 是不是 这能理解吗 对不对 就是说 它这个自动化验 来 我们再给你梳理一下 注意咱还没开始讲 咱现在讲的 这个自动化验 只是 意思一下 对不对 还没正着 开始讲配置 只先告诉你 它大概是 什么鬼 好 怎么说呢 比如说 这是我的一个磁盘 这是我的一个Lunix 我里面有N多个分区 是不是 分区又有类型 好 这我栽培上面 我栽培上面 我设置了一个 比如说 我设置了一个什么呢 我设置了一条规则 这规则是什么呢 第一 自动发现 客户端上的所有分区 OK吧 然后过滤 根据条件 过滤掉我 过滤掉不需要的分区类型 第三 将 剩下的符合条件的分区 类型 添加到 所以是 自动 添加 自动 添加到 监控项目 实际上 这就相当于 这就是自动发现 干的事 对不对 当然这个条件 是需要我们自己写 这个条件 是需要我们自己写 就是它 你要这个 自动发现 所有分区 这是客户端 自己写的 K 过滤掉不多类型 主要是第三个 将符合条件 怎么自定义添加到里面 对不对 怎么定义添加呢 就是 使用 红 变量 替换 不同的 地方 这就是 自动发现的一个 它的一个思路 就是这样子实现的 你比如你 1.0网卡 你是不是有 1.0 还有1.1 对不对 它也会给你替换掉 对吧 那你说这个 对不对 为什么说叫 变化的呢 怎么每一台机器上 都有 都有这个 MT1 MT2 什么鬼 我想每一台机器上 都有的吧 这模板机就有的 这模板机就有的 模板机就有的 模板机就有的 好 哎 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个 现象啊 比如说 呃 呃 这个才不能直接骂它吧 我这有MS才能骂它 嗯 我看一下啊 这有MT不得了吗 哦 不行 MT那边也发现不了 哎 这样子 跟MUNT3 03 03 UMUNT MUNT MUNT 02 诶 这时候MUNT MUNT 02是不是没了 对不对 好 这让我们先来这边先看一下啊 主机 是 我是在08 我是在web02上啊 先看一下它监控器 现在目前这里是不是没有什么MUNT03 没有吧 诶 诶 这时候你注意 假如说 EV SDB 诶 我刚才是SDB MUNT SDB2 挂到MUNT03上 可以吧 嗯 现在是不是有了 有了一个MUNT03 嗯 对不对 好 有了MUNT03 XFS 这个时候 等一会儿 你就可以发现 这里啊 自动 给我们添加了一个MUNT03 等一会儿啊 原先的监控器还是61了 是不是啊 对 当然它这个自动发现速度有点慢啊 我看一下自动发现规则 看它是默认多少秒啊 默认多少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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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个小时呢 我给它调短一点 30秒 我给它调短一点 30秒 好 给它调短了30秒 等一会儿再看一下啊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看一下日智 好 你来看SOWER 哦 看到没有 看到吗 外部灵台是不是自动发开了 这个不是我们添加的吧 刚才看是不是没有这个 对不对 所以这MUNT03 是不是自动添加的 对不对 你看这这个K 对不对 你这个K 还可以用内置键去查 看是不是有值啊 对不对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怎么看呢 你可以用过列所有的K 比如 这一个是叫VF SSIZE 我还是叫什么内项 这一条命令可以看 这条命令可以看所有的件的类型 所有的 哇 是不是N多个 对不对 你看 这个时候你过列一下啊 VFS VFS Fs. DLS 诶 叫什么 VFS.FS 看 有很多 很乱 对不对 你点一下 你看 它这是不是叫VF Fs 对不对 你点一下自动翻页规则看一下啊 好 看这里 键 它叫这个键 这条命令可以看 钢P可以看所有的键 好 你看它返回的是一串什么东西啊 返回的是一串很长的一串东西 对不对 你把这个东西拿到 JSON 解析 解析一下 高人化经验 看 对 是JSON合适的 你看 一个是 FSNAM 是啥呢 FSNAM是不是就是啊 这个是不是就是编 就是你挂的分区名 FSType 就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你这个分区的这个 类型 是不是啊 这本事有吧 诶 我告诉你啊 第一次的发现本质就是什么呢 把这个提取出来 这个是固定数据格式 data 里面就是你变的内容 先把这个数据格式全部都提取出来之后 你看这是不是叫 它这是不是变量的 ifNAM FSNAM 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FSNAM 是在哪里用的呢 你点这个将空向圆形 你看这里 是不是FSNAM 实际上这就相当于 它先 你先去执行这个之后 把这个数据是不是变成KVALUE KVALUE了 对不对 那么将空向里 它就会自动的把这个 FsNAM FsNAM 这一块 给T换成你提取出来的这个 K 这个值 能理解吗 你这样对比的看啊 看 这是我提取出来的内容 这是我提取出来的内容 为什么它这个地方本质是啥呢 你看 它这是不是 是不是用的是这个什么叫 用的变量 对吧 你被理解为虹 它怎么呢 这条语句 它P量循环一下 你这里面 哦 循环到第一条的时候 这个将空向循环到第一条的时候 FNAM是谁 是不是根 对吧 FNAM就是根 那它这个时候 就会把这个 这个将空向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根 当它循环到第二的时候 这个将空向这一块就变成了 SYS 当它循环多个 等它循环一变的时候 是不是这将空向就全部添加完了 对不对 那那为什么没有 那刚才过滤器是在哪里设置的 你看它这是不是有两种类型 对不对 过滤器是在哪里设置的 你看 过滤器是根据什么类型过滤的 是不是根据这个过滤的 对不对 它 这两个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你SYS脚本里面的变量 能理解吧 对 你SYS脚本里面的变量 比如说 这个比较难理解 这个比较难理解 好 你看 现在我写一个脚本 对吧 比如说 这个脚本名字叫什么呢 比如说Echo Mont 比如说 Fall iIn In什么呢 想想啊 Fall i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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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实也不用写胶本 这一下就取完了 这其实不用胶本就取完了 对awk就可以了 你看awk这个dollar 其实这也是一个变量吧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dollar5 这个变量应用到第一行的时候 dollar5是谁 是不是他 dollar3是不是他 那应用到第二行是不是变了 应用到第三行就变了 那你这一个 如果你有mant3 我是不是就多了一个mant3 你没有mant2 我是不是就多了一个mant2 对吧 这一步 这种dollar2 dollar5 dollar3 是不是就 无论你这有多少 是不是我都能给你提取出来 这个dollar5和dollar3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这里的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这里的 什么呢 你很理解为这就是dollar5 这就是dollar3 诶 这样能理解吗 这样是不是我不管你本地有多少的磁盘 多少个分区 我都能过滤出来 然后呢 它再结合这个过滤器 对不对 它再结合过滤器 再把你想要的磁盘类型给 对 过滤出来 是不是就实现了这样的 对不对 这样一结合 是不是就你每一个分区 我这条命令 我在另外一台机器上执行 是不是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是不是你有mant2 我有mant3 但是 我这个命令不用改吧 我是不是一条命令可以应用到所有的机器上 对吧 你有啥分区 我是不是就根据你当前的分区就能过滤出来 是不是啊 这就是第一自动发现的含义 能理解吗 就是你 为什么呢 就是 如果你这个四个监控项你写死了 好 那我这里我没有mant2 我有mant3 那你这个模板是不是就不适用了 为了达到这种就是 不同的主机之间能适用 那么就把它的监控项用这种变量的形式给替换出来 对吧 这是就是它的本质 难点难在哪里呢 难在 你要把提取出来的数据转换成这种格式 这是最难的地方 是吧 你要转换成这样的 这就固定格式 就是 外面有个大括号 有个data 然后里面列表 然后是 变量名 值 变量名 值 你这样转式不行 你就必须得给它转成这种格式 你只要能转成这种格式 你就可以去添加自灵业 解控项 这个格式是固定的 就你要低级自动化验 就必须用这种格式 这是最难的地方 你说这种格式 如果 就现在这个让你用色交文系 你转成这种格式 你怎么转 你想一想 很难转吧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一般呢 对不对 也都是走网上找的别人写好的交文 对不对 你想如果你 就这个命令 就这个命令 我说你用色交文 我写成这样 对不对 我写成这样 你咋写 假如我把这多余的去掉 把这多余的都去掉 那还有哪个多余的 这多余的 这都是多余的 好 这是不是四行 我说你用色交文 给我提取出来之后 转成这样的 四行 你看你怎么转 你现在不是因为大家可以只是做出来这种吗 人家要这种 而且你看 是不是还有六行 还不是每一行都一样的 看到吗 这是第一行 这是第二行 第三行 这最后有两行 看到没有 你要自己写交文很难搞得完 是吧 你觉得好搞吗 根据这种命令 你给我转换成这样 对不对 如果谁能 谁能写出来 是不是要晚上跟我走 对不对 晚上想去哪吃 你随便挑 只要神里有这个地方 对不对 你给我写成这种的事 最终要转换的就要转换成这样的模式 对不对 你只要能转成这样的模式 你就可以去做自动发现了 这样的话以后你就不用再去关心 这一台基金上到底有几个磁盘 到底有几个网卡 到底有几个端口 就不用关心了 他会自动按你填的这个给你填好了 对吧 那我们下面我们就来实操一下 实操一下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要 网卡发现其实也是一个意思 我们实操一下 你看这网卡发现的 它的这个路径 你弄出来你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一样的格式啊 是不是也是这种 data 哈 里面这种 看到吧 你只要能取出成这种的事 就可以实现 第一次的发现 是吧 下面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啊 我们来测试一下监谷多实力的啊 这玩意儿参考强哥的博客啊 强哥就是北京讲云基赛的老师 叫云基赛讲 再美个字的啊 这就是他的啊 不过写的这个格式有点不好看 是吧 对不对 好 咱们操作一下啊 看怎么做 那首先 既然要想监控mysuckle多实力 你是不是得先有 多个mysuckle 对不对 怎么多个mysuckle 我这里就写了一个db01啊 我这里没有 我重新装一下啊 就讲完这个 讲完这个之后 第一次的发现之后 咱比其实就算 指数差不多了 好 我这里创建一个多实力 我刚安装好mysuckle 创建两个配置文件 然后一个是3307短口的 一个是3308短口 是吧 它俩区别 就是说句目录不一样而已 是吧 所以我要建一个说句目录 mysuckle db data3307和8 2-p ok 创建好之后 我就启动就行了 启动呢 哦 还要戳准化一下 对 要戳准化一下 还要创建一下这个用户 没有 诶 为啥没有呢 安装on mysuckle db 不可以创建 mysuckle用户吗 哦 你看我 我装的是啥 我装的不是server 看到吗 我应该装server 我刚装的是客户端 对吧 诶 诶 照完这会儿应该就有了 好 启动 多实力的启动 你就不能用塞它们了 对不对 先不是启动 得先戳手换啊 307 好 3308 好 然后启动命令 直接再一条命令就行 308 好 检查一下 330 星 是不是有两个实力了 对不对 你发现那些端口也有了 对吧 那怎么去实现自动发现呢 怎么实现呢 就是这里 你看 先 这个 配置文件 就先编辑一下 先编辑一下 先编辑一下 好 装一下 再编辑一下 把它的配置文件 copy过去 一别零一 一别零一 到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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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天文P 其实我刚才应该直接在 主库上 只要在主库上 只要在这台机上做就行了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台机上做吧 没必要再搞那么复杂了 没必要再搞那么复杂了 好 旁边过来了 OK 一样的操作 操作 操担两个操作就过 跟人家操作 操作画 嗯 好 好 然后执動 执動 在哪里啊 好 现在我这台机上 是不是有三个实力啊 三个操作 对不对 好 OK 这个时候呢 我就去这里去配置就行了 这一条命令啊 好 这条命令说 是去执行这一条脚本 对吧 嗯 命名为叫 My circle.This is Harry 是不是啊 嗯 这个脚本目前还没有 创建 嗯 创建一下这个脚本 这个脚本的什么内容呢 是吧 这是一个色脚本 你看 这个上面脚本 就是网上找别人做的啊 你看 你想实现一个 你说 你想把你 设计格式改成 改成那种 data那种格式 你看 你上脚本就要写这么复杂 就这么多的脚本 在这么多的命令 才是把你这个 才是把你这个 发现的这个端口号 给改成那种data格式 啊 就这样一种啊 很复杂是不是啊 来 我们执行一下啊 vish 我们circle 看 返回的结果是什么 是这么一串 对不对 你拿着一串 你放在这里解析一下 是不是就这种的事啊 对不对 就这种的事 你看到吗 本质就干啥 本质就是你 无论你怎么执行 你最后只要拼接成这种的事 这就是最终的要求 就无论你干啥 我问你这个是用Python写的也好 用Pib写的也好 用Share写的也好 最后 只要能拼成这种的事 就行 对吧 你咋拼的 你看他这里 你看 你不仔细看的话啊 来你看这两句话 这个printer和这个evo的printer 有哪个区别啊 你能看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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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看出来什么区别吗 看不出来 你看这两个你看不出来是不是啊 对不对 这样说你发现啊 大家都学的是事儿 结果人家写的事儿你看不懂 是不是啊 对不对 大家都是用同一文语言 但是人家写的咱看不懂 对吧 我告诉你区别在哪里啊 看区别就是这个 这一个逗号 看到没有 你知道为啥这个地方 他 这一个逗号 他还给我判断一下 对不对 什么意思呢 你看这种格式 你看 什么时候会有逗号 是不是 你看最后一个有逗号吗 他这就判断这个了 如果不是最后一行 就给他加个道 如果是最后一行 就后面就不要说斗号 就 执行完之后就 就结束了 就这样 执行完之后就没有斗号 看到没有 你看这一块 这里面是循环的内容 你看这个 是不是有一个 这一块不是循环的内容吧 这块也不是循环的内容 循环的内容实际上是 中间这一块对不对 那么中间这一块 它的意思就是 如果这一个是最后一行 如果不是最后一行 就给他输个逗号 逗号 如果是最后一行 就不要逗号 就是这个脚本的作用 OK吧 你要自己给我写一个那项事 你能写多少人家这种吗 对吧 根据端口号 你能够 咱只能看出来这种 那你能把这种 我给人家 给拼成这种 对吧 乍一看很简单呀 对不对 结果人家一看 我靠看不懂呀 是不是 对 所以这个脚本 你们回去也可以自己研究研究 反正我也没研究透了 待会儿能用 好 这个时候火起了 对不对 你看他实际上命令是啥 他是不是也是这一条命令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干F 什么ED 根本是和D 对不对 不是呢 $5 什么鬼 好 看吧 他是这个 不是 这很简单呀 人家只不过就是这个是什么 你只是把值取出来的 大哥 你只是把值取出来的 人家是要拼成 拼成这样的字符串 你给我拼 人家最终是要拼成字符串 你只是把值取出来的 最终要的可是这种 能理解吧 对 对 没事 我先 我先不定义 先看不定义的时候是啥样子 不定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你是不是要取那个的 杠 杠 F 他定义的分光符是啥呢 是 冒号 杠 杠 杠 加 到点1 到点1TCP 到点5 是不是 咱这不也取退了吗 是不是 只不过后面他怎么 只不过这一块好像有点绕 对不对 而且他这一块写的这么复杂 你看 对吧 你看这个 我靠这个齐了 你看小括号里套一个 大括号里再套一个中括号 好 Dollar 景圈 牛逸 齐了 对吧 齐了 反正无类你咋弄 最后你只要给人家弄出来这么一条数据 就行了 对不对 好 这点弄完之后就可以了 那然后呢 重启Zabix 你先重启一下啊 我们先试一试能不能获取到值 然后 你看我们这个值定义的是叫啥呢 我们这么值 是不是定义的K名字叫什么 我们定义K名字是不是叫Messler Karen 好 Zabix Gate 杠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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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K 是不是叫K OK 什么东西啊 有值吗 这个命令你们见过吧 上次是不是讲过 什么原因 是不是这条命令的原因 对不对 但是这条命令 那你说你还按照上一次的写法 你说把P去掉 对不对 如果你把P去掉 你看一下 把P可以去掉 你把P去掉之后 是不是就看不出来 M-Circle那个东西了 虽然你不能去P 但是你不去P的话 这里又会给你执行不了 是不是很麻烦 对不对 这个时候 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你还找到这条命令 位置 Net T-I-T 是哪里 是这个 对不对 我们学M-Circle里面 有一个什么 学权限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超级权限 是不是有一个超级权限的 就那个叫什么权限 Super什么 还是什么的吧 对不对 C-H 你看 M-O-D 是不是加S 对不对 这就一个超级权限 好 检查一下 看 是不是直接变红了多 对不对 这个时候 是不是能去到 是不是可以了 就把它 就让它连普通用户 也能执行 这个命令 这个时候 K是不是去出来了 到这里 后的事都做完了 剩下就是 web页面去做的事 对吧 我看方同学怎么有点疑惑 哪里疑惑 这个S权限就是超级权限 对 好 目前取到 目前大家知道 这一串字符串 是从哪里来的 知道了 对不对 从哪里来的 完 得 下午摆掉 这一串字符串 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值 是吧 我看 几个从哪里来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睡醒了 不好意思 没睡 几个下午没睡 不好意思 这个 这一串字符串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 Zamik的 这个Editor里面 自定义的监控项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里 首先 这个K 是不是在这里定义的 那么这个K去执行的 实际上是这个脚本 这个脚本的内容 是不是就这个值 对不对 你别乱 别迷惑 别你连 现在目前 越讲越乱 连这个值 从哪里来的 都不知道 这个人是从这个脚本 里取穿的 OK吧 就我们刚才看 那个写得很乱 写得很炫的 那个脚本 好 这个时候 命令行这边 都完事了 剩下的就去 服务团区 配置 总配置 一样 先点这个 我们就开车 按照模板的 要给它配置 模板 好 模板里面 创建一个模板 模板名称叫啥呢 对不对 模板名称叫啥 我这里是叫 my circle discary 对不对 我们就这样叫 disc c o v e r y 是不是 my circle discary 我就直接从这里找吧 就这个 好 复制线 我叫这个名字 my circle 多实力 自动发现 群组 随便 你们选一个吧 没有 没有 那我们就创建一个 db组 好 添加 先创建了一个这个 你点进去 点到自动发现规则 创建自动发现规则 这块步骤特别多啊 这块步骤特别多 创建 名称 我们还是叫 还是叫这个名称 我给问个名称 我叫什么呢 好 还是叫这个名称 剑 我们剑是不是也是这个剑啊 对不对 好 还是这个剑 对吧 你都改成一样的 你就不用担心 他们写错了 对不对 反正就这一个值 是不是 好 你看类型 可口端 对不对 降个30秒 好 这些都不用改了 看 这里有一个啊 过滤器 过滤器 红 耐木 对不对 这个过滤器 我们现在可以写 也可以不写 这里假如说 我们就是为了测试这个功能 假如说 3306就过滤掉 我不要3306 我只要3307 除了3306以外的端口 可不可以啊 对不对 那这里你看 怎么写的 我们参考其他的 我们参考其他的监控项是怎么写的 其他人的是怎么写的 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什么 就是编量名 对不对 那你看我们这个地方的编量名 应该叫什么呢 是不是这一个内容 买搜个泡 对不对 好 那你就把这个复制过来 匹配正则表来是 你看人家是怎么写的 是不是 这个圈 然后写一个内容 对不对 这个内容 我们现在还没定义 对不对 我们可以先提前写好 我们假如说 我们这个内容 也叫 也叫买搜个点 好 你先写上 要写多多少个地方 就是说你要点这么多件 才能点进来 听见 好 现在有了 但是我们那个过滤器 是不是还没写啊 过滤器在管理一般 点界面 点正则表来 你看又要点好几个页面了 不需要 同学再坚持一会儿同学 咱马上就要花钱 咱马上就要去买买买了 再坚持一会儿 咱一会儿把阿里云给收购了 咱一起 咱一起众筹凑点钱 是吧 鸡哥家里 捐献几个矿 不是吧 好 注意啊 这里的这个名称 你要写的和 你这里写的这个名称 一样 OK吧 不是你自己瞎胡写的 你看人家这个名称 是不是和刚才那个圈的 那个名称一样了 对吧 所以 我们呢 就写什么呢 还是写叫这个 对吧 好 我们点一下创新 名称是这个 你看 这个时候 这字符穿表来式 对不对 你看人家写的是叫什么呢 结果为真 是不是 那我们说 我们想排除谁 结果为假 假是谁呢 你看人家写法是怎么写的 这么写的 是不是 接鸡号 好理解吧 接鸡号 这不就是开头 对 所以我们这里 是写的值 还是写的内容呢 是不是写的值呀 所以我们这里就显示 3306 好 这时候再点 添加 有了一个对不对 你点测试 测试表来式 这就不错了 好 这个时候也添加完了 对不对 过滤器也添加好了 那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怎么搞呢 我们还需要去修改一下监控项 你看 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自动发现有了 但是你说你每时候你监控的 我们现在用那普克达模板 是不是我们那模板里写死了 写死了端口号 就是3306 对不对 那你要是每个不同的端口 那咋整 是吧 对不对 所以呢 这里呢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什么例子呢 就以MySQL官方 如果你刚安装完Zipings editing 你会发现 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个MySQL的 你看一下你的那里是不是也有 这个MySQL是它自带的 是不是都会有一个 对吧 这个MySQL是它自带的 你看它内容的话 它内容有很多 当然很多都注释了 是不是 它其实你看 现在这个咱就能看懂了 它实际上是不是也是去执行MySQL命令 看 MySQL 它这条命令是不是就这样 就在相当于在命令上外面去执行一条 执行一条语句 对不对 MySQL是不是可以不用进去里面 就可以执行命令 可以对不对 它本着就是这样的写法 来我们参考它了 你看我改了一下 改成这样 这就最终的改了一个 改了一个什么内容呢 还是要查看状态 然后看一看 你看 用户名 Rota 密码Rota 看这里是什么 Dollar2是啥 什么鬼 Dollar2 杠什么 杠大P 后面还有一个Dollar Dollar2 对不对 因为这个你不写Dollar的话 它会给你直接印证成 这个Dollar2了 知道吧 这个Dollar2是不是就端头 我一会儿 我MySQL里面 我们当时测 是不是这个地方可以用新的 对不对 那你说 假如说 我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可以 这一个星 是不是还可以 这个地方可以接两个参数 它为啥要星呢 星就代表 你在这里面可以传多个参数 你可以传 第一个参数 逗号 第二个参数 这样的话 你说 这个端口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变量 如果这个Dollar2 变成我这个用红代替的话 我是不是就自动 实现 监听多个 MySQL 能理解吗 首先 这个地方应该写端口 对不对 但我端口 是不是不一定 就是330的30 其实是不是都是变量 这个变量 是不是就代表了端口 那就意味着 我如果能把这个变量 直接传成端口的参数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了 你想呢 绕不过来 是不是 没事 我们先执行一下这条命令 先看一下 假如说 假如说 假如我写一个 MySQL .sh 我把这个脚本 我把这一行写进去 好 是不是这么一行 这是不是传了两个参数 对吧 这一个条 这一个语句就是 过滤一个 so global 什么status 对不对 好 我们先这样看吧 一步一步来 你看我直接在外面 是不是可以 刚一 然后接命令 是不是有这么多参数 对不对 我随便接一个 你看这个时候 你就能明白 我刚才那个dollar1 是啥的吧 dollar1是我想查的 dollar1是啥 你看 dollar1是不是就是 我想过滤的某个字段 那dollar2是什么 dollar2是不是端口 好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 但这个时候 首先我是不是 我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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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个账号才行 账批不是这样吗 哦不是 3307 我把灯过3307 没密码吗 没密码吗 啊 是不是我还 不用吗 不用吗 有两个 308 307 306 对吧 杠S是吧 好像直接这样就能登了 对不对 好 我这个应该没创建用户吧 我这个应该没设置密码吧 没有密码是吧 那我这样我就不用 那我这个脚本里面我就不用了 我就直接用杠S得了 杠Socket 给我看一下啊 其实这里 我看我这个 我好像没配用户密码 我试一下啊 我直接这样试一下 第一个参数我随便接一个参数 比如uptime 第二个参数接3307 是不是因为这个不能登是不是 那我还是得去给他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用户是吧 比如说 我让他 哦 怎么查看这个用户的权限 是不是说果让他 哦 就这个对不对 那其实我是不是就把这一句整个复制过来就行了 复制过来然后改一下这个不就可以了吗 我改成10.0.0.0 行 好 可不可以啊 这样我是不是就又见了一个用户了 是不是有了 哦不对 其实我应该是只要给他创个密码不就可以了吗 是不是 赛特 pnswd等于 诶 怎么算密码 到哪儿是不是啊 对 我这个 identify的对不对 那我把这个改成lowhouse可以吧 我想我不想用这个灯 不想用这个灯 我想就直接用lowhouse Cell h1st r d e n t r f r e d 不对吧 by 1 2 3 4 5 6 flash pr r v r l e j e s 好 好 -u rode -p 123 456 -p 3307 哎 牛逼 那我再把这个改成3308 也给他创个密码 好 目前测试都有了 正要我再去执行一下刚才这条语句 嗯 嗯 嗯 来 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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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不看错经验了,已经很丰富了,好,这没有内容了,不要没内容了。 wounds,还有一次我刚刚愉,您都します。 4-6-4 刚才有什么鬼 1-1是吧 -u-p3308 这里为啥又不行了呢 是不是要加 二号 一号 1-1-1-2-2-2-1-2-1-2-2-2-3-1-2-3-1-3-2-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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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远欧 好 不用用了 我们可以直接测试一下这个好不好使 OK 从你压 对呀 现在你看 现在有两个脚本 一个是 自动发线脚本 一个是 这一个是 那个 监控项的脚本 看到吗 它是怎么呢 利用自动发线 先把端口提取出来了 对不对 你这个变量 是不是就有了 然后把这个变量 带入到 这个 监控项的脚本里 实现自动添加监控项 可以吧 好 这边我们来测试一下 有值了吧 你看3308有没有值 有啊 现在大家是不是还 现在大家还混乱 是不是搞不清 这个 怎么个关系 对不对 好 来我们休息15分钟 休息15分钟 然后我们来 解答一下 它这个 逻辑关系到底是啥样子 不愿意 没关系 没有 念 相识